TVB艺人唐世勇 7月23日在香港沙田 出席探访老园院活动 唐世勇称 和老园家的沟通很开心 每次他们都会把自己当女儿 一样去看待和关心 其实我觉得他们很像小朋友 他们很简单 然后他们说话都很 很自洁 然后就是说 你很瘦 要吃东西 然后有些就跟我说 找个男朋友 要不要花心的 要心底要好的 他们都是好像 我是他们的女儿那样子 就是每次见到他们 是不会太陌生 连外面的老人家 都催你找男朋友 那家里面的亲戚长辈 岂不是催得更厉害 我家里的那个 从来也不会问 因为他很怕我 因为他们以前问过我 就是从报道上看到的那些人 然后我跟他们说 哎呀 那些不是真的 他们真的会相信吗 然后我就说 那些是不是真的 真的不是 然后他们就从那天以后 他不敢问我 因为他知道我跟他们讲什么都是不是 然后他们很怕我不开心 有时候看报道 有时候 所以他现在就会等 他会偷偷地问我哥哥 现在我是怎么样 然后我哥哥就说 他也没有告诉我 那从来就没有烦我 那我就是 嗯 到现在 还好还好 另外 最近港媒拍到 唐世勇和教育界新欢陈思明 一起逛超市的照片 据悉他更不时 到男友位于香港屯门的家中过夜 令恋情曝光 看来唐世勇并不介意姐弟恋 并且正和对方 很好的发展中 其实真的不是啊 因为那个照片 就是很久以前 就是冬天想拍 然后我知道他们在拍 然后那天我们是去一个朋友的家里 然后我们要买点东西 然后其实我早一点去走的 因为我要接另外一个朋友 那其实我觉得是没有关系 但是有一点麻烦 就是他 有很多我的朋友都不是这个圈的人嘛 他们不太明白 还有他们其实会觉得有一点不好意思 就是会报道上可能会写一点他们 关于他们的东西 可能都不是真的嘛 那我觉得这个会不是太好 因为现在我 其实我很多时候都跟不同的朋友去吃饭嘛 那如果每天都给你们拍到的话 那好像我就要有很多男朋友那样子啊 所以我觉得就是给我一点空间 不要把他们去什么产 吓到他们就好了 因为我也想拍拖 某方全媒香港报道